省長,晚安小雞,陳仁川,及祖賢,在這邊向柬埔寨的省長跟你祖賢真抱歉 非常對不起 I'm so sorry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所有的視頻都是全部變造的 其實柬埔寨西港是一個自然非常好、非常美麗的國家 然後這邊不存在任何的網路上新聞媒體所說的有詐騙、綁架、販毒的行為 那我對於這件事情非常的後悔 希望柬埔寨政府再給我一次機會 就是我想要宣導柬埔寨以及西港這個城市這個國家 其實並沒有像外界謠傳的這麼可怕 也不存在任何的詐騙、販毒、綁架案 那我想要宣導是說 其實柬埔寨以及西港呢 它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適合觀光旅遊 那我對於這個變造的視頻 全部都是我個人變造 就非常抱歉 我每次去任何一個國家做直播、做拍影片 雖然說我們的主題都是比較強烈一點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結束這些直播的時候 我們的觀眾都非常喜歡我們介紹當地國家的特色與美 所以我希望柬埔寨政府可以給我們一次機會 因為我們原本計畫最後面三、四天 是希望能夠拍整個柬埔寨所有的美麗的風景 以及人事物給大家看 然後但是我們後來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希望柬埔寨政府可以給我們這一次機會 以我們的流量 以我們目前給大家看到的內容 讓大家知道柬埔寨其實是一個自然非常好 沒有任何像國際新聞寫的一樣 有這麼多事件所在這邊發生 謝謝